受外围股市气氛暗淡的影响,港股昨日作第二个交易日回落,行指最低时跌至27121,失去368点,其后略有反弹,但力度仍弱,反而开始初段曾有过小升。 建议27532,将43点,收市报27259,跌230点,两日连错,共抹去745点,要找个别股份的量点越来越困难了,昨日表现较好的事体育用品股理002331,发型起的华润啤酒00291,拥有东江水公港资产的月海投资00270以及保险股友邦01299。 创三个月新高的港铁00066,新经济科网股上升者紧阿里巴巴09988和网209999。 阿里将于8月3日公布业绩,一般估计若不计一百二亿元人民币的罚款,其成绩一定量例,但要填这个谈,就难讲了,也许市场人士认为,罚都罚过了,往后应该更能适应政策的要求。 所以还是值得看好一些,再这个回合,腾讯00700似乎失去王者风范,对市场的影响也在减退中。 恒大03333逐跌,昨日又没掉一成股价。 此要继续挂笔而尖手的免战牌。 恒指昨日最低点27121,是7月9日低点26861之后最低,而这相差440点,继续成为当前最重要屏障。 翻查记录,7月8日收市指数为27153,低点为27110,这显然是考验27000关前的三个坎。 笼统而言,就是27100水平,希望27000-27100这个10点区间可以撑住。 从成交额看,昨日为1395亿元,较上日少,也是近期一个低纪录,原因不讲自明,相信与大市反复及方向未明有关,谁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拿去打水片。 中美博亦已成为当前影响最深远的话题。 香港亦成为其中的一个战场,甚至有人直指香港的金融业,我头牌深信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动摇不了的。 你问问美,英,勾的基金和投资者,他们会或者说他们肯撤离吗? 当然不会走啦,这是互利共赢的一个好例子,到时中国民企不再去美国上市。 下了决心,就近来香港吧,同声同气,何乐不为,港交所不断创新高,事实质的利好也。 又下午 下了 喜欢 然后 大家